老实说,李嘉诚先生,香港人对他的感觉都是先知先觉 做很多事情都很有前瞻性 这次他这个举动,大家都不用过分解读 他早就这样想了,要钱不要货 尽量远离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范围之外做生意 其实很多年前,19年还没发生的时候 中国已经象征释放一些东西,不停在买东西 这次这个举动也很容易明白 他不看好楼市,看好就不会减价买给你 他天职都是一个商人,商人就是要赚钱 如果他看好后市,他就不会减价买 他减价买的就是说他不看好后市 那也是的,其实老实说,作为地产发展商 他在哪里发展地产都一样 整个李嘉在英国都投了不少地产项目 那我在英国发展,都未必差得过在香港吧 如果在今时今日的形势 其实我们也是再重新的,如果看好这个节目 又看好我说,其实我说楼市唯一一个最影响最影响楼市的元素 就是两个,不过最影响楼市的元素永远都是人口 因为地理论上在短时间里面是有限的 特别是香港的形势是这样的 香港是一个岛 除了北京那条深圳河隔着那个位置 你当那里接住的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岛 但是香港的地理论也是有限的 但是你以前人口呢 是可以无限的嘛 特别是入境政策啊 人口政策,基本上我们香港政府就无事的 那就是,简单一点来看 那时候,那些楼价就不停不升 那是很正常的啊 多少地都可以建不够楼啦 那现在不是嘛 你香港在走的人嘛 所以你看到那些零售业又挨救命 那些又有些倒闭关注组 那后来被人被迫接了 还是怎样的啊 是whatever 你看到不论有的零售业 不论有的楼市 其实就是反映着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香港那里常住的人口 就是你不要说真的是香港人啦 还是过来做生意啊 读书啊怎么样都好 whatever 总之你在香港这里经常性居住的人口 是在少的嘛 那所以 你正常的,你在这里住的人是少的 那你对那个住屋的需求一定是减的 那减了去哪呢 那比较大一点的一个部分就是英国 因为有BNO嘛 那所以你看到呢 英国呢,虽然经济不是很好啊 就是英国是通胀稍高 但是经济又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发现呢 他楼价呢 这两年呢 滑跌滑跌了 他一直都没有跌下去 那为什么呢 多了几十万香港人啊 那你当你一半是买楼的 就是一半招一半买啦 我不知道个比例是怎么样 我没有做过议计 那你撑住了整个楼市 那李嘉诚不是傻的嘛 那我那边的楼市好一点啊 那我当然要那边建啦 傻的 那建楼的东西都是这样的而已 做地产的东西 那所以 就是不要理会政治上面那个姿态呢 我觉得就是单纯 一个商人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呢 那他就用脚去投影票 用钱去投影票 用投资去投影票 就是他不信任香港这个市场 那根据什么东西他会不信任啊 那其实很明显就是因为 近年来的社会事件啊 北京的态度啦 那等等个人的 你香港政府那种 就是我会接近摆烂的状态 就是啦 那商人不信任你这个地方 那我只剩下一些货在那里 那我都没理由和自己的钱作对的 就这样买给你咯 就是他这么简化 其他发展商 可以这么说 你不得不跟的哦 是不是 他七成了其他发展商 你不跟他们的脑子怎么买呢 一整个市场 可以这么说 现在是李嘉诚不在这里 你已经结了三十五个字了 是 那你都会见到 新地那些立即出来跟 那当然啦 因为 就是李嘉诚 今次是黄粟坑那里 那可能是对于港岛那边 或者地铁沿线的一些楼盘 影响大一点的 但是你整体而言的那个趋势 或者是李先生的态度 就放在那里 都没得大家不相信 那你当然可以跟他对赌的 不是 你现在看好楼市 那你跟他对赌 不可以是的 但是你想一下自己的胜率有多少 是吧 就是 我 我 我总是这么说 你总有机会赢的 你六合彩 你买得就有机会中的 不是 跑马 有四只脚你就有机会赢的 但是你机率是多少 那你觉得 和李嘉诚对赌的性率是很高的 你去做这件事 否则的话 你可能先看好一些 就是作为一个小市民 投资者 或者是你有住屋需求的人 那你这一刻 你想租还是买 就是你可能要想这些东西 我记得是以色列 和哈马斯的战争之前 巴尔都说过一次 就是 为什么黄金的价格这么高呢 就是当时说真的有战争 那现在 就是现在战争发生了 但是现在黄金价呢 在新 就是怎么说呢 都是百分比这么高 那这次你觉得又和什么有关呢 是啊 因为我刚才和Lucy Brainstorm 那时候呢 因为我这几天 我又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第一 美金狂升 是的 美金美匯已经上到106了 OK 那油呢 都是落在高位的 今天就回了一点 但是都 不是高位回了一点 今天都85.86 黄金是直接贴了线的 黄金现在呢 就是 2360了 今天高位都是回了一点 但是 其实都是一个历史的高位 那我记得呢 金 有 美金一起升 这一件事呢 我和Lucy做一集节目的时候 是说过的 就是在 哈马斯偷襲 以色列之前的一段时间呢 我就说 喂 这段时间好像不是很对路 为什么 美金 油 和黄金会一起升呢 正常呢 就不会这样的 因为 油 和黄金呢 都是美金计价的 你美金升了 就是说呢 其实他们原本 如果当你没有升到的话呢 他们 已经 贵了的了 那三样东西一起升呢 在那个金融市场里面呢 其实 这些日子呢 是不常见的 唯一的可能性呢 就是 有人在价格中 战争的风险 就是说有人 猜会打仗 或者有人预知 会打仗 跟着就买上去 那结果不幸言重 哈马斯就 无端端一个周末末 就捨了几千支 好像跑过去 以色列那里 那里 开打了整个 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那个 那个战争 好了 是的 呃 礼拜三的时候 美国那边就有情报 说伊朗会正式 开以色列波 是的 呃 美国的情报呢 人家 我近年发现都真的 挺神的 是的 包括什么呢 俄罗斯之前的音乐会 被人 呃 呃 你说恐怖襲击 也好 怎样都好 呃 去搜射之前呢 其实美国都出过话率的 是的 美国的情报是准的 在这些时间 你又见到金融市场呢 咦 又是金啊 油啊 美金一起升啊 那会不会是 在一年来的这段时间 又会有一些新的战事呢 是不是就是如美国所说 就是伊朗开以色列波呢 还是啊 不止啊 可能是第N次中东战争啊 就是范围不止是伊朗那么简单啊 就是你知道伊朗其实 在 在中东来说 特别是伊斯兰教里面都是大佬 是的 就是他是有能力 动员到其他的一些 伊斯兰的小国一起去做 一个军事行动 那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 伊朗单挑 以色列就是参战 这样呢 如果是的话 可能那个影响范围呢 就今天 就是这个礼拜呢 那个金融市场的反应 已经反映了 但是如果不是的 是的 第一可能是 伊朗我看到你 美国刚刚也说中了 那我就不打了 那可能是这样 又或者不是的 美国收风都收小了些 我整个中东一起去打以色列的 就是第N次中东战争 那我的影响范围可能很大 甚至后原来不在中东发生 会不会呢 所以 这些就是不确定性 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做的风险资产是要小心的 是要小心的 那 是的 真的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逻辑呢 是真的半年前 这个节目 大家去找回那一集 是的 那 而这两个礼拜 这么不幸地 我们又看到同样的事情 又发生了 那会不会又有一场仗 开始打呢 没有人想看到打仗 但是 当它会发生的话 那我们如果预早知道一点 大家有个准备 你觉得如果真的这个战争会爆发的话呢 那金融市场会怎样动荡呢 不知道 你看它的规模 就是如果只是伊朗 那种单独参战 那可能那个金融市场 其实都已经多多少少有准备 因为美国有发出警告啊 等等 就是都有少少准备的 那未必太大的震度 可能是一两三个百分比这样的 的一个风险资产的回套 那但是如果你说不是的 那个范围大过这一样东西的 那就可能会有一个深一点的回调 就是 那也很好看 我这个星期间会是挺关键的 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的 他们专门是抛星期六天的嘛 他们做过一件事的嘛 那星期六天是不开市的 大家知道 那所以 都要看一下这个星期间是怎样发展的 那大家留意着外电消息 那怎么样投资 或者是数着自己的资产方面 怎么说呢 策略会是怎样呢 如果是这个战争 或者是单挑也好 或者是中东战争也好 我自己 我自己的频道有说的就是说 我现在手头上我没有股票 我也有股票的 我有一大堆挖矿的股 挖矿不是你挖比特币那些 是挖金挖链挖铁挖链挖铝 是不容易反映的 还有因为他们传统的呢 就是你听到这个行业 你都知道他们满蛋啊 那真的不会升得太多了 所以他们之前呢 就是美股械 那里历史新高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跟的 是的 但是最近就有些最落后 那这些可以想 另外就是 其中一些可能很落后的办法呢 例如是电力股啊 都可以想想 因为我自己看 特别是不半球的那些天气呢 今天夏天似乎是热的 是的 那对电力股是会有点利的 是的 那大家都可以由这两个方向去想想 其他的 喂 我不是的 我持有很重的晶片股 那行不行呢 没说不行 但是如果你的仓已经去到 你知道自己的仓位有多大的 例如你一百万的仓位 你现在差到一百万货了 那你减少一点 是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板块 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就是 你就算打仗也好 是不是 那你挖金的也是不关事的 挖金的也是在澳洲挖的 在南美挖的 是不是 那些公司 那好像不是很关事的 那你的金格上了去 它还有利 那这些 就是你想想一些 相关好像没什么影响的行业 就会好一点 那否则的话呢 可能你和经济周期影响大一点的 影响会大 影响会大 那特别是 因为上一年 特别是年尾的时候 一些旅游啊 相关那些公司 其实升得很好 他们业绩也做得很好 这是事实 但是大家想想 如果打仗越多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的影响应该是大 所以这个位置那里就可能要小心 那黄金深呢 会不会都显示 美国的经济 会走上一个皮链呢 不是啊 美国经济还是很厉害的 刚刚公布了CPI 还是高到 死人 接着PPI又不是很上 是的 那就是说什么呢 你在街上卖的东西就贵了 那些人是花得起钱的 还继续买到的 接着 生产那个 那个物价指数 生产的成本又不是 格的那么厉害 哇 这个还不是无敌 就是说我做的东西出来 没有特别贵到 但是我卖完出来 那东西贵了 你说经济多好呢 美国的经济 在全世界 依然 暂时的势头 都还是最好最强 所以大家也反映了 美金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是因为 大家觉得美国根本就减不了钱 是的 之前什么 上年年尾的时候 说是炒 六次减息 所以股市升了上去 现在是炒 今年减不减息呢 大哥 我 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 感觉就不太好 嗯 因为真的 对上一次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打了 那边打场 那 希望今次 是的 那个战争的范围不要太大 嗯 就是说回二伦坊 你今次 就是 中书分换了 就是说它 比较强势 就是说到重点 不过之后 也仍然说 日内人被中共欺骗了 又说腾制 没有达成共识 不过 什么都有的 不过现在都回来 都要说 一个炒能过剩的嘛 现在都要媒体报道 中共的电动车 到欧洲的港口那里 就销不了 对这如三 那现在中国大陆 现在还有一样 怎么说呢 保铁的一些电动汽车之类的 那这个港口呢 是不是一个矛盾呢 那边还没销到 你过来 过来还敢不停保铁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 首先说 中欧电流线 今年已经销得热热的了 我预猜欧洲快要反抬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中国的电动车 全部都有保铁的 大家看看阿迪的份业职 他一年做 就是他之前的份业职 一年好像做280亿生意 但是他保铁了 大概有70亿人民币 是的 那就是你看到四分一是补贴 那你想一下 如果一间欧洲的车厂 OK 我没有国家补贴的 你又补贴四分一 我没得跟你打的 是吧 所以 现在中国呢 就是这样 就搞了一大堆电动车出来 但是他们卖不出的 因为 我们说你在中国卖回这么多 但是 你中国经济不好 第二就是 你中国卖也是这么多车 你都要外销的 你找其他市场 那接着现在呢 他们进不了美国的 OK 但是他们现在进入欧洲 但是欧洲 然后 都不是吃到你多少电动车 结果有些笑话出来的 就是 刚刚有些报道出来 就是 比利是好地方叫暴露日 有港口 OK 接着呢 他呢 他呢 就 堆积了很多的货 就在那个港口 那里 人家的港口就开始投诉了 我这里不是你的倉 大哥 我是港口的 你不要塞住我 我的位置 这样的状况 是的 那 所以你看到 其实 他们在欧洲 第一 他们的倾销是严重的 第二个销程 也未必是太过理想 是的 那还有电动车 其实大家 可能如果查出稿表都知道 近期不是那个潮流 因为大家都开始发现 电动车 其实如果你是在外国的地方 或者你在一些不是城市的地方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就是比如 当时你在美国就知道 开车 那些人开车去另一个州的 而已 未必一定坐飞机的 但是你平时入油的车 就OK了 那我最多没有桶后备油 或者我到处找到油站 我就入油 但是不是了 糟了 如果我开电动车的话 那我要停下叉电 就是可能我在DC里 去纽约四个小时 我就要叉电 那很不方便的 第二就是 那你总有些地方 是荒山野 你没有油站的 是不是 我去到那些地方 没有油 我没PK 就是之前有个朋友去滑雪 那些 有试过 就是因为 那些有些落树 接着呢 它被人拦了在那条路里 那里 接着那辆车就没有油 不知道 搞得一大件事 那电动车呢 就有这个麻烦 就是它油车呢 都起码有些后备油 电动车不是 所以现在潮流呢 其实是流行混能车的 那混能车呢 不用说了 一定是日本做得最好的 是日本几间车厂 基本上技术上 整个混能 怎么用能源来调节 做到最智能呢 日本是首位一致的 全世界现在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中国就做了很多电动车出来 但是呢 全世界没有什么人想要 那结果呢 它们减价买车 结果就怒死了Tesla 现在 因为你Tesla贵嘛 或者你迫着跟它减价嘛 那你又没有国家报铁文 那我就毋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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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伦说完其实也是对的 因为耶伦呢 其实这次我觉得的态度呢 我自己个人感觉呢 耶伦对话呢 一到二来 起码八后呢 都算是挺友善的 真实做的事 我不敢说 整个混能 好像都是 就是确立了今天整个商业围堵的局面 但是呢 这次耶伦说的一句呢 其实都很容易 就是说你继续这样傾销你剩余的生产力出来 全世界是吃不了的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你再是这样的话 美国会加你关税 是的 再是这样呢 就是在这些外交辞令里面 再是这样呢 其实这句话是可以删除的 是没意思的 是的 即使你中国做还是不做都好 我预计 西方社会呢 即将会加中国关税 而首当其中呢 会是电动车 其余的东西都可能会 是的 欧洲行先 还是美国行先 不敢说 但是耶伦打这张开口牌呢 它不是一个警告那么简单 它是告诉你我会做的 我相信这件事是会在下半年发生的 因为也很现实的 别人的港口都被你霸卖了 那你的车卖不去 他们就不要拿过来摆 是吧 19年我们就找些烂铜烂的车 找些几千元 十八卡多框 就走去十条路 你就威了 你就拿新车去塞别人的港口 你就赢了 但是别人不是这样做的嘛 就是你 资本主义里面 其中一个最不可以 就是 你在说自由贸易 其中一个最矛盾的位置 就是我们基本上 是不可以有国家的补贴在 因为如果你长期有国家补贴 其他国家是会顶不住 其他你的同行是会顶不住 那特别是电动车这一类型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原本是一个 做电动车出来 是比你做油的车 的 技术上本身就是这样 你的电本身也值钱 对不对 你的推动器 本身整个设计 也是值钱的 特别是这些 原本是理论上 比较高价值一点的产品 你用国家补贴去倾销别人 你没有一个市场会欢迎你 那再配合另外一些周边的实问 就是马斯克 就是特斯拉的老板 最近就去见印度总理 都是谈谈的 就是说 会不会是印度那边开特斯拉的厂 就换 印度不要收到那么多关税 是这样的 OK 大家都很容易可以联想到所有东西 现在特斯拉在中国上海是有厂的 但是特斯拉现在全世界都买得不好 因为电动车的潮流已经过了 是的 它新一个计划 那些robot taxi 它又没做到 所以呢 整个特斯拉其实做得不好 那你现在再在印度那边开厂 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很可肯定是 在印度开完厂 稳定了之后 其实它中国的生产线 它就会执行一些 是的 所以 疼疼疼疼疼疼疼 返回来呢 其实就会反映到 哦 你中国是这样 那補贴那些电动车帮不出来呢 就搞得现在全世界 就是做这一行的啦 或者其他国家呢 其他市场呢 最后就不欢迎你了 那 那都是很自然的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会发生的现象 但是呢 暂时的电动车呢 还不是一个 就是大家全部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 所以这边的朋友呢 他买电动车 你看到充电麻烦的嘛 他那些充电啦 而且那些电呢 多数都是大陆制作的嘛 是不是 大陆就是 他要担心这个质数 很担心这个质数 所以暂时 都不用担心了 已经出了线了 嗯 开始因为第一批的电动车呢 其实就几年前开始了 就开始兴起这个热潮 大家当时试试了古王的时代 就是这样嘛 跟着呢 其实鲤电呢 始终都是 物理上面呢 它是有极限的 特别是什么呢 特别是如果你住的地方 是比较冷 是的 它的鲤电的消耗呢 是会更加大的 那你开完几年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哎死了 电开始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你换电就等于你换整部车的 基本上 电动车 是的 那慢慢这个问题 浮现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反思了 究竟 第一 电动车是不是 就是你充车都求方便 老实说 就是没理由 开车是为了 为了不方便 而开车的嘛 充车就不方便 是不是真的方便了呢 第二就是 想心一层的问题 大家开始做电动车的时候 大家是想用环保 就是用环保这个角度 那我们才开发电动车 但是 其实做铝电 以及 你弃制铝电的时候 其实对于环保 都不是一件好事 原来我住两个地方 例如在美国 一年总有两三个月 冬天是零下的嘛 特朗普可能好些 但是你中间画一条街 以北那些 总有几个月是零下的嘛 原来这样的情况下 我几年就要换一个电了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这么环保呢 是的 大家开始会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电动车就再来不是潮流 但是中国现在就 突然间好像 刚刚醒了 我们做什么好 做电动车 我们国家保贴你 做一大堆出来 结果做了一大堆 就没人要的东西 这件事就等于一大一路之前 他们是不停做水泥 钢筋 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出来 那结果就是 中国不停建鬼城 但是中国建鬼城 总有极限的 最后就救了一大堆一路 就帮你修桥补路 那我就可以输出自己的钢筋水泥 现在就第二代了 现在不是钢筋水泥 现在我们高级水泥 我们做电动车 但是也是的嘛 人家有用的就是 需求而已 人家没用的就是垃圾 那你做这么多出来 要想想有没有用才可以 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